下 下 下 父子 齐国出事了 齐国 是的 齐国大夫陈恒誓齐国君 真的吗 陈恒誓君之后以令令新君自认国下 臣子誓国君天理不容 应该禀告君上 诛罚着作乱天下的乱臣嘴子 父子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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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慧悦随你 一起前去 你 夫子 臣下誓君上 却为天力难容 可是 齐国比我们强大得多 我 兴兵伐旗 岂不是以卵击石吗 君上 得人心者 得天下 臣恒誓君 齐国有半数人反对 此时出兵 定可诛灭乱臣 出兵之事 你还是去问问三位上兴大夫吧 君上 我知道你有为难之处 可我身居国老之位 与此大事应该前来禀告 这样做 是何于理的 是何于理的 齐国的事我已经知道了 陈恒誓其君上 这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君上一语济誓 都不肯出兵 就是我竭尽全力地帮助你 又能怎么样呢 封你为国老 已经是格外的关照了 对你修春秋的事情 我们也没有进行追究 哼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你还是去安渡万年吧 你还是去安渡万年吧 我不是古与美那些 军王越坏 宏青大夫 愿敢出兵长话 却愣眼相关 无动于衷 修春秋 可能是这天下无道的 有多少改变呢 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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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东四 先把烟灰送回家 灰